如果珍妮特耶伦回到QE模式的话,美元将会下跌,日元必然将会夺回失去的位置,即将加入我们的是瓦特塞尔。 今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上涨了0.26%,那么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美元日元货币对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基本面的影响,但是预计日元短期内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贬值。 我觉得美元日元货币对将会来到116左右,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短期的预测价位,该货币对将会来到116.5到117左右的水平。 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令人失望,这是否是经济增长走低的信号呢? 的确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目前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经济的走势。 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的情况,市场正在等待日本央行实施更多的刺激政策,而通胀仍然没有达到央行的目标。 日本央行已经对实现通胀目标的日期进行了修改,所以日元在此期间面临着贬值。 因此,我的三个月的价格的预测是该货币对将会来到120左右。 接下来需要观察日本央行将会推出怎样的货币政策。 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该货币队将会有怎样的走势呢? 我预计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该货币队的价格在多数的时间里将会出现多头的趋势。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石油价格的下跌。 预计处于低位的石油价格将会对美元日元货币队形成一种支撑的作用。 在日本央行方面,如果说在这个月加大宽松的幅度,那么预计将会是最后一次扩大宽松了。 而在这之后,该货币队的多头走势将会出现增强。 重要的因素除了油价之外,这里还包括美联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 而事实上,我们对于美联储在未来一年中的货币政策的走势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因为如果说珍妮特耶伦支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回到QE的模式中的话, 那么美元势必就会出现下跌的情况。 这样一来,美元日元货币队将会逐渐地进入到下跌趋势中。 而美元日元货币队的价格很有可能会下跌到110左右, 最终将会回到118到120左右的水平。 因为从日本的各个方面的经济数据以及其过去三年的财政政策来看, 不太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反转的情况。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 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 该货币队的价格将会位于118左右, 除非安倍再一次地推出新的政策。 好的,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预测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